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给他3分 本来应该就翻过来是白板 因为他都没有谈到他政认的政绩 连任者应该谈政绩他都没谈 所以给他3分 你给马总统 我给3分 3分 来 这个 政隆大哥你给几分 1分 OK 1分 来 副市长你给几分 我给2分 2分 徐老师你给几分 2分 来 许舒伯你给几分 3分 OK 好 这是马英九总统的分数 接下来 徐律师 我们按照顺序 你给蔡英文几分 5分 我给蔡英文5分 OK 5分 来 政隆大哥你给蔡英文几分 我给5分 5 我给5分 来 两个满分 来 政隆大哥你给几分 5分 3个满分了 来 副市长你给几分 5分 5分 第4个满分了 来 徐老师 5分 全部 截至目前5个都是满分 来 这不公平 3分 OK 徐舒伯你给3分 接下来我们看 在第三位 就是宋楚瑜的部分 你们给几分 整体的表现 你们比较欣赏 谁 来 徐律师给几分 我给4分 宋楚瑜4分 对 来 政隆大哥你给几分 给5分 5分 OK 来 政隆大哥几分 好 给宋楚瑜5分 来 副市长 5分 宋楚瑜也是给5分 来 徐老师给几分 5分 来 徐舒伯你给几分 3分 好 目前看起来 这个分数应该领先的是蔡英文的部分 但是我们想第二题的部分 应该要问各位 谁 这场辩论会 谁让人民有感 我先从徐舒伯开始 来 你给这个 马英九打的是几分 他让人民有感 来 几分 我想这样子 总统的辩论也许有两场 他们有前后之分 这是第一场 那马英九今天主要是 采取公事 我认为他是采取公事 那蔡英文方面 除了公以外 他有一点手势 但他的手势里面 确实有一点陷入了迷思 就延续了那些政策 过去所否定的 现在你竟然去给他延续 那这会让人家形成一个攻击点 比如说我简单举一个例子讲 比如说刚刚所讲到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 两岸这个所谓延续这么多的观光客进来 然后两岸的这个金融 躲过金融风暴 那这个部分他就讲到说 过去是民进党所建立下来的基础 那表示你认定 国民党的这个金融风暴的处理很好 那两岸的这个 所谓的陆克光光来台处理得很好 所以你也把它认为是 你在这个政绩里面 你有相对性的这个势力点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陷进去了 所以这个假使 我要反攻回来的话 我又问你说 那你既然都赞成 就像ECFA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 你说他是毒蛇猛兽 现在时候说 你可以代瓜承受 这就是陷入迷失 就说你假使要 站在一个不同的观点来看的话 你必须要提出你的看法 第三个来讲的话 宋先生他今天虽然 在整体的辩论技巧里面 宋先生是比较赢的 但是宋先生本身 事实上他可以很 没有 反正这个很轻松的去打这场仗 他 大家目前认为他的民调是最低 所以他也 你认为他有没有全力以赴 有没有全力以赴 我只能说他在应用的技巧上 是比较有利的 而且站在他的立场上 两边他都没有执政过 所以两边执政过 都可以来批判 因为过去民进党 八年也有执政 对不对 你说这个 包括外交的议题里面 这八年的执政里面 民进党 你的风火外交 你也没有得到什么建树 你说国民党 这八年 这个四年 说走不出去 说这个 所谓外交修兵 所以让我们也走不出去 过去的民进党执政的八年 同样也没走出去 所以站在宋主委的立场上 是比较容易来加分的 但是马英九今天 虽然是在 采取一个主要的公式里面 但是更强调的一点就是说 在他阐述他所做的 过去这几年来所做的地方 怎么样人民有感的这个部分 他是没有办法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 加上能够再加强 让人民真的去感受到 比如说你提到了很多的下降 或者很多的上升 为什么哪些人会得到获利 哪些人我们看到什么样的现况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 我们怎么样去加强它 所以这几项 假使能够做个调整的话 我想会更好一点 来 我请教徐老师 在组头 还包括市值大战 像是农舍方面 哪一项不分区的名单 马总统今天踩的是明显的公式 你觉得人民有感吗 可以加分吗 我觉得 其实那几个还不是大家印象最深刻 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谈阿扁的事 扁案 所以很多人在讲说 这个辩论好像2008年 四年前重播 那时候他在讲谢阳婷的时候 也是你有多少人怎样 谢阳婷怎样 我的意思是说 马总统作为一个执政者 如果他这四年来有做事 其实他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他搞不好真的有很多 比宋楚瑜更多的信 可以翻出来跟念给大家听说 谁谁谁跟他讲什么事 他做了什么事 民众什么反应 庶民人民的感受 我觉得刚才 我同意许委员刚才的说法 马总统完全没有表现出来 他还是一直在攻击 我意思说你做一个执政者 如果你一直在攻击的话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你过去四年做了什么 做了四年真的就只在整肃成水扁吗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前面 分数给马英九比较低 其实我们有现任者的选举的时候 选民在想了一个事情 就是说要不要变 换人 要不要劝局 可是我觉得马总统 并没有说服选民说不要劝局 他一直把蔡英文跟 这个陈水扁联系在一起 我是还满佩服蔡英文 当马总统在讲说 你的团队有人涉案的时候 其实蔡主席可以回他说 马总统 你那时候选总统的时候 你是被告 贪污被告 可是我觉得蔡英文没有这个回忆 我不相信他的幕僚没有给他建议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不陷入口水的话 马总统你应该在下次辩论的时候 像许舒博我已经讲了 你多讲一些你做去做的政绩 你怎么感动人民 我要讲蔡英文最后一段的结尾 我是满感动的 相较于马英九 宋楚瑜虽然也想办法 可是我觉得宋楚瑜的东西 其实离人民有点远 我觉得这是马总统 下次辩论要改善 很多人讲说 你们都政党立场 所以给马英九表弟 我讲的是说 你做一个执政者 你过去四年有这么多资源 花了几兆 那你应该有些故事可以说 结果他一点故事都没有 来 副市长 谁让人民有感 因为我们发现到 即使在媒体提问 提到扁案 提到蔡英文如果当选之后 要不特赦的部分 其实媒体问的部分 是针对蔡英文 可是呢 后来马总统加码 再去回答这个部分 包括到后来交互结问 他也持续锁定 蔡英文跟扁好像是纠缠不清 到结论的部分 又回马枪再打一下 这个部分真的令你印象最深刻的吗 这个部分对他来讲 在这么多的篇幅里头 不断的提 好像是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辩论会 对他真的有加分吗 我想每一个辩论会 当然有不同角色可以扮演 马英九现在很显然在今天的辩论会里面 摆脱他应该有的形象 就是我好好的把我的政绩守住 把我的未来报告给大家 可是他完全颠倒 他从头攻到尾 但是从头攻到尾的时候 也要有攻的目的跟政策 那人民很简单的问两个问题 你四年来的政绩在哪里 还有你未来的四年牛肉在哪里 很显然马英九在这场辩论 是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那蔡英文跟马英九不同是 蔡英文好像比较不像在野党 他今天非常客气非常保守 但是我们看得出来 从他的整个深论的过程里面 或是回答或是最后截辩里面 我们看出那种准备来接 总统大卫的那个气度跟高度 那也许以我们个人的立场来看 他还是有一点点放不开 他其实可以更轻松一点 但是他至少把该讲的 现在的问题出在哪里 那我们准备怎么解决 我想这个部分他非常 闪述得非常清楚 那宋楚瑜呢 我觉得他今天其实 以辩论的整体的表现来讲 他也表现相当不错 那特别是他提出了三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 反映了这个问题 所谓的三中 包括中小企业 中产阶级跟中间选民 这三中确实是很留人 关注在这个问题 那但是这个部分就是说 那宋楚瑜会让人家一个感受 就是说你谈了这么多 可是你的实质内容在哪里 所以三个人的角色扮演 跟三个人呈现出来的问题 让我们看到整体的辩论 今天老实在讲 这个总统辩论的格局 应该不止这样 应该不止这样 那特别是刚才小军所提到的 就是说 马英九一直把重点放在扁 那其实你现在又不是跟阿扁选 对不对 那你又不是跟阿扁选 你是跟蔡英文选 然后人民会有一种 时空错乱的感觉 你一直在提阿扁干什么 然后所有扁团队都骂进去 我也是扁团队出身的 所以说其实人们要看的不是这个 人们要看的是 不是你在哪里喷口水 所以蔡英文那句话 其实回得很好 所以马中文已经讲了半天 还是在喷口水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 一场辩论 我刚才一开始我们提过的就是说 一场辩论或许不会改变 最后选举的结果 但是一场辩论可以加强人民 对这个候选人的既定印象 那今天给大家的既定印象是什么 今天给大家既定印象就是 马英九你真的没有政绩 马英九你对未来也没有规划 马英九你真的有的只有口水 那对蔡英文说 他也许真的比较于2008的马英九 蔡英文真的准备好了 他把问题列得很清楚 他把未来的规划也规划得很清楚 那宋楚瑜 当然我们看到了 一个事实是什么 宋楚瑜确实比马英九高明太多 高明太多 同样范囊体系出来的 宋楚瑜比马英九高明太多 但是这整个辩论下来 会不会影响到整个选举的整个结果 我认为还是不会 但是人民的印象会更深刻 是来 靖隆兄 从这场辩论会当中 你认为 从蔡英文 马英九跟宋楚瑜 谁准备好 要接下2012总统大选的位置 有没有准备好 可能还在看一场 不过从今天这个看 撇开这是总统大选的一个辩论的格局来说 我们看看任何公众人物都有在公共场合演讲 或者各种说话的场合 他的一个最基本的礼貌 一上台一定问候在场 在场的来宾 在场的观众 在场的人物 你看今天宋楚瑜有 蔡英文有 你有听到马英九在问候在场的观众 或者在场的 在场这些贵宾 或在场什么吗 这是他的开场白 第二个到了结语的时候 从宋楚瑜到蔡英文 尤其是蔡英文 一直在感谢台湾人民 给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的马英九总统他是怎么说的 你知道 我从来没有不感谢台湾人民 这么心不甘情不厌的 这是他最后几句话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不感谢台湾人民 所以马英九心目中有什么台湾人民 这个就像说 人家问他说 你是不是台湾人 你知道他讲一个 漏漏等的一个东西 才讲出来说 最后才说他也是台湾人 这个人 其实是难道 他到底他的国家是在哪里 他国家是不是在云端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今天这个选举也很奇怪 刚刚大家都有提到 好像有第四位候选人 第四位候选人在吐藏监狱 他一直在 一直在对着阿扁在那边 叫嚣也好 指责也好 控诉也好 可是阿扁都没有答话的机会 他要么就开放 让阿扁可以call in进来 让他可以答覆他 过去八年他执政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今天已经是2012年的选举了 马英九引述的数据还是2002年内 所以马英九到底在活在什么 刚刚大家说他没有政绩 其实他很有政绩 他的政绩是什么 不是把台湾建设成一个民主国家 而是一个恢复过去的这些党政一体 这种威权体制的一个国家 他的政绩是在这方面 他一直在举他的司法怎么样怎么样 一路以来 不是大家都在质疑他 办律不办男吗 对不对 你要说他的经济什么的 他很有政绩 因为都拼卵财团 对不对 他的社会福利也很有政绩 因为都一直在照顾他的那些铁票 所以他是很有政绩 是很有有心的政绩 可是他心目中有真的有台湾人民吗 我真的很怀疑 如果没有台湾人民的坚持的话 马英九你连2008的总统 你都没机会选 因为没有总统直选的话 根本不可能有马英九当总统的机会 第一场电视辩论会 在到一个段落之后 我们持续稍后要陆续连线 因为三方都在会后举行的